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月8号到10号 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您怎么评价 我们注意到这次访问 给人一个感觉 就是西方昔日的大国列强 过去所谓侵略过中国 掠夺过中国 那么这些帝国主义 现在一个一个的都 好像让中国人有一种感觉 说万方来朝 就是说在习近平这样一个大地的面前 都显得有点屈服了吧 就是说献上了各种礼品 包括马克龙这次还带了一个马 特别要献给习近平 那这是含义什么 大家都纷纷的评论 说这这匹马到底是什么含义 到底是希望这个仅仅是改善关系 有意义的象征呢 还是希望跟中国 结成某一种方面的这种同盟伙伴 就要比一般的这种经济往来 要更加靠近一步 究竟这个内涵是什么 很多人不太清楚 有人说马克龙可能本来就比较喜欢社会主义吧 他这样的话跟社会主义大国接近 是不是在想实现法国的社会主义梦呢 所以很多的猜测 在我看来可能外界有一些过度的解读 当然这种讨好或者是想表示友好的这种心态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我想法国他要想总统要想说放弃法国 这个基本的这样一种价值观 基本的这种战略啊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防范 那我想其他的党派或者其他的政治力量 也不会那么轻易的上干八休 所以呢这个我想也不要过度的解读 但是呢毕竟有一点就是中国呢 越是在这种环境下 中国越需要向外大量的去施恩啊 给好处啊 就是所谓的大傻逼啊 那么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说如果大家纷纷仿效的话 那其实中国的国力是不堪重负啊 那么就会出现不停的向外撒银子 撒到有一天当中国自己无法承受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不再说自己是国力雄厚了啊 我想有一天会看到中国呢 其实是非常虚弱的啊 这个表面的繁荣不能掩盖他经济虚弱的实质 一 Après一天就会用意识了 那么这就会用意识转价庭的转行 就会用意识看